2023年6月23日 法国超级新星Victor Van Ben Yarmid 在首轮第一顺位 被圣安东尼奥马次选中 以大热姿态成为本届的选秀状元 Van Ben Yarmid静态天赋惊人 身高224公分 与巨神兵Boban Marianovic看齐 臂展更达244公分 全联盟无人能及 中锋身高的他 更拥有超乎想象的协调性和灵活度 令他备受期待 然而 媒体上也有人担心 Van Ben Yarmid的身形特点 可能使他容易受伤 影响他在NBA的发展 究竟他们的观点是否有道理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高个子球员拥有更长的四肢 这导致他们的关节 承受更大的扭力 当球员因为滑倒或碰撞而摔倒时 对膝盖和韧带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Van Ben Yarmid静态腿部极为修长 可以遇见他的腿部关节和韧带受伤的几率 较一般球员高 另外 他的重心较高 使他在持球突破 快攻等情况下容易失去平衡 许多身形与Van Ben Yarmid 相似的球员都有受伤患困扰 其中最具可比性的例子是独角兽 Chris Depp Porcindes Porcindes身高221公分 有着修长的四肢 以及出色的运动能力 不过 自从新秀赛季以来 他经历了前十字韧带和半月板撕裂等重大伤患 对他的NBA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截至目前 Van Ben Yarmid 没有遭遇过重大伤患 然而 他在2019年遭逢的肥骨压力性骨折 就引起相当多的关注 肥骨是小腿的两根长骨之一 主要用于肌肉附着 而颈骨是主要承受体重的骨头 尽管肥骨骨折并非严重伤患 不过他的身体能否承受NBA级别的高强度比赛 尚不得而知 Van Ben Yarmid的打球风格 可能是他能保持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的进攻技巧多样化 不需要完全依赖身体素质 强硬得分 而是能够利用灵活的脚步摆脱对手 并且能够以中距离 集三分球得分 这种技巧型的打法 能够减少身体负担 进而降低受伤的机会 总的来说 Van Ben Yarmid的身高 确实可能带来伤病的风险 但考虑到他技巧型的打球风格 以及相对轻微的伤病时 相信他有望避免频繁的严重受伤 让我们祝愿Van Ben Yarmid能够保持健康 在球场上发挥他的天赋 欢迎收看NBA狂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